最后第三小节我们大约的跟各位说明一下 主质量 因为就讲的同样的道理 任何一个几个句话 我对这个轴 只要这个轴一换一个角度 它就会有一个新的质量观 那一定有一个最大 有一个最小 我们看 在讲以前 首先类似惯性基 面积惯性基 这边有一个质量惯性基 XYDM就叫做对X轴Y轴的质量惯性基 YZDM就叫做对Y轴Z轴的质量惯性基 ZXDM就等于对Z轴X轴的质量惯性基 然后同样的道理 针对一个物体来讲 如果这个物体 XY平面是这个物体的对称面 XY是这个物体的对称面 让ZX跟YZ这两个惯性基 一定等于0 如果XY是对称面 那ZX跟YZ这两个惯性基 一定等于0 因为一边有正力 一边会有负力 同样的道理 如果YZ平面是对称面 那XY跟ZX这两个惯性基 一定等于0 如果ZX是对称面 那YZ跟XY这两个惯性基 一定等于0 也就是说 坐标轴所所形成的三个面 只要有一个面 是对称面 就是这个物体是对某一个面对称 那三个惯性基里面 至少就有两个是等于0 至少就有两个会等于0 这是惯性基的一个特色 同样的惯性基也会有正有负 那惯性基也会适用平行轴定理 一样的意思 对XY轴的质量惯性基 等于对X'Y' 也就是I'轴的质量惯性基 加上X'Y'乘上M 这个跟前面质量惯性举的平行轴定理 事实上是一样 好 让我们现在看个状况 看右下角这个图 假设我像有一条线 OL是一个任意线段 通过O点的一个任意线段 这个线段的单位向量 我们叫LONDA 它的三个分量分别是LONDAXI 加LONDAYJ加LONDADK 记得LONDA是OL的单位向量 然后DM是一个小指点 DM到O的位置向量我们叫R 也就等于是XI加YJ加ZK 首先我要算这个物体 对OL轴的质量惯性基 应该是等于P平方DM 这个P你们图所看到的 就是DM到那个轴之间的垂直距离 P平方DM 可是你们仔细看 P等于什么 P不就是等于R 就是等于R COS LONDA 或LONDAXR的大小 因为LONDAXR 等于LONDA的大小 乘上R的大小 乘上SIN CETA LONDA的大小是E 所以LONDAXR 我那个绝对值指的是大小 LONDAXR的大小 指的就是RSIN CETA 也就是P 所以P平方 等于LONDAXR 那个绝对值的大小 如我们这边所显示的 所以整个物体 对OL轴的质量 对这个任意轴的质量惯性 就是等于LONDAXR 这个向量的大小 它的平方 那我们分表把LONDA跟R的 LONDAXI LONDAYJ LONDAZ可以带进去 LONDAXR 这个向量变成有三个分量 它的大小平方 就等于三个分量的平方 和带进去以后 就等于这个结果 这第一组平方 就是它刚刚那个X方向分量的平方 第二个就Y分量平方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LONDAXR的大小的平方 我们把这个统统展开来 等于这个结果 你看到这个等号右边的 每一项那个积分 比如说第一项就是等于 第一项就是等于 对X轴的质量惯性距 所以又等号右边 是等于每一个 每一个积分都代表 对X或Y轴 对某一个轴的质量惯性距 或是惯性距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式子告诉我什么 这个式子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针对原来这个图的 某一组OXYZ坐标系统 我已经知道分别针对 这组坐标系统的三个轴的 质量惯性距 跟质量惯性距 然后我要找到这个物体 对任何一个轴的质量惯性距 我只要知道这个任何轴的 方向的单位向量 让打X让打Y让打Z 我就可以从这个公式 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这个公式是告诉我们说 我针对XYZ的惯性距 跟惯性距 我都知道的话 那剩下的任何一个 其他轴的质量惯性距 我都可以从这个公式 可以算得出来 那当然 那也就说 如果我要找到哪一个轴 的质量惯性最大 很明显 就是把下面这个公式 也就是分别把这个公式 对让打X为分 对让打Y为分 对让打Z为分 我们就可以解出来 产生最大质量惯性距 或最小质量惯性距的 但是这个过程之中 还蛮啰嗦的 我们这边 我们不告诉各位 怎么算 最大质量惯性距 跟最小质量惯性距 以及怎么找方向 因为这个并不容易做 你们课本上也没有讲 可是我们让各位知道 得到的最大最小的 我们把它也叫做 质量惯性距 我们现在假设 事实上 我们可以告诉各位 把这个方程式 分别对让打XYZ为分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条件 我们是会得到两组方向 这两个方向呢 假设我们一个叫XPLUN 一个叫ZPLUN 如果我说这个是XPLUN 假设以这个来讲 这是XPLUN 这个是ZPLUN 呃 那发烦了 抱歉 假设这个是XPLUN 这个是ZPLUN 那这两个垂直的第三个 我们就叫YPLUN 所以我只要找到XPLUN跟ZPLUN 其中XPLUN可能对应的 就是最大的质量惯性距 ZPLUN对应的是最小的质量惯性距 然后嘛 中间我们就给它加一个YPLUN 让它变成一个新的直角坐标 新的直角坐标 我要强调 依据这个 我可以找到两个方向 一个产生的质量惯性最大 那个方向我叫XPLUN 一个产生的质量惯性所有的最小 那个坐标我们叫做ZPLUN 然后YPLUN就是它们垂直的方向 形成一个新的坐标系统 然后针对这三个方向 我们就叫做质量惯性距的主轴方向 质量惯性的主轴方向 然后那三个对应的值 我们就叫做主质量惯性距 主轴方向就记得 一个是最大 一个是最小 另外一个是在最大最小之间 但是不是它们的平均值 不见得是平均值 那个值不重要 我们只要两个是一个最大 一个最小 那我们把它叫做主质量惯性距 然后这三个呢 我们会形成一个主质量惯性距的坐标系统 我们叫主轴坐标 主轴坐标系统 而在这个主轴坐标系统的时候 我们晓得它的针对质量 它的惯性距等于零 这个跟面积惯性距一模一样 只是惯性面积惯性距是平面 只有X'Y' 这边我们夺了一个Z' 那我们把X'叫做最大的 Z'叫做最小的 本身来讲 我们把它叫做最小 那真的怎么找 我们只让各位知道有这个结果 真的怎么找这个主质量惯性距跟这个主轴方向 不是很容易 但是呢 最后我们跟你讲 它有一个特色 假设我知道针对某一个轴质量惯性距我找到了 我把这个开根号取导数 得到一个OQ 也就等于说 比如说我们在OL 你们看到图上OL 我真的OL的质量惯性距我得到了 然后我把这个质量惯性距开根号取导数 会得到一个值 这个值呢 我们就把它在这OL上面定一个Q点 所以OQ OQ 就是在这个轴上 这是原点 然后我抓一个Q点 OQ的距离 等于对这个轴的质量惯性距 开根号取导数 那有趣的是 如果通过这点有无数多个轴 每个轴都有一个质量惯性距 我们都把针对这个轴的质量惯性 开根号取导数以后 在这个那个轴上找出那个点 所有的点呢 会形成一个椭圆面 椭圆 三维的椭圆体的面 这个我们就叫做 那个惯性椭圆体 成了一个惯性椭圆 它是一个椭圆体 这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针对这个物体 听好物体不是椭圆 是针对某一个物体上的某一个点 我通过就有无数多个轴 每一个轴呢 我都算出它的质量惯性距 然后把这质量惯性距 开根号取导数 结果定一个叫OQ 就在这个轴上定Q点 所有的Q点连起来 会变成一个三维的椭圆面 那意思是什么 如果 我只反过来讲 我知道这个椭圆面的方程式 我就可以算出O点 到这个面上任何一点的距离 我知道这一点的距离 也就知道OQ 我就可以马上算出来 针对这个轴的 平方和在平方 去导数就可以得到 针对这个轴的质量观 也就是等于说 我只要知道这椭圆面的方程式 那算出来O点到椭圆面上的任何一点 我就可以算出来 沿着这个方向 它的质量惯性取 那这椭圆面的方程式很明显 我们只顺便让个人聊 这我们不正了 它会跟你XYZ轴有关 这是我的XYZ轴 有个方程式 我换个XYZ轴 这个方程式会变的 但是很特别的是 如果我现在取的这个轴 就是我的主轴 也就是XYYZ轴 就是会分别产生 我最大质量观 跟最小质量观 那个轴的话 那针对这个坐标系统 这个就是它的方程式 也就是说它的系数 就是它的主因 主质量惯性取 这是个很有趣的东西 只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好 这结束我们九至三节 所以我们九至二节 跟各位介绍质量观性取 跟面积观很像 九至三节 我们没有 因为算质量观性取 最大质量 主质量观性取 不好算 我们不在这边讲了 但是 我们让各位知道 它的一些性质 知道一下就好 那些性质量观性不过 现在我们已在加价 我们下车 到八章 下车 可以 留意